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要从8月24日的一个媒体放出的消息开始说起 当年媒体放出徐开成多次深夜前往那扎所在小区的照片 依次与那扎恋情曝光 同时媒体还放瓜 徐开成跟张天爱分开了 好巧不巧张天爱的老板兼经纪人 也在同一时间与朋友圈分享了一篇垂败力的文章 还奉劝所有女孩擦亮眼睛 更让人意外的是 太子妃升职记饰演赵王的演员江淇琳 也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一句话 明显力挺张天爱 那么徐开成与张天爱之间有过恋情吗 别说还真有 在张天爱放出的录音里 徐开成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爱你 而时间线往前推移 他们之间的情感虽然没有公开 也是有迹可循的 早在2019年9月 就媒体拍到徐开成开车去无锡为张天爱接近 并且陪伴他拍戏 之后两人更是被网友扒出疑似统剧的照片 甚至徐开成还被拍到在张天爱家门口拿快递 2021年两人合作的电视剧 我的漂亮朋友上线 关于两人的恋爱传闻不经而走 不过双方都没有出面澄清 但媒体却拍到两人在一起的照片 虽没有明确公开 徐开成此后也多次点赞张天爱的动态 甚至在5月份还直接转发张天爱参加浪姐的消息 公开为张天爱打扣 但让人意外的是 在最近刚并幕的微博之夜上 两人还在现场相遇 而当张天爱进场后 徐开成直接掉头离开 张天爱转过身 双手擦肋的动作也很是明显 二 那扎被小三 那扎和徐开成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从今年4月份说起 就在今年的4月 他们的新剧恋恋红尘开拍 历时三个多月 到了7月中旬 这部剧正是杀青 而在杀青发布会上 他与那扎就经常悄悄交流 两人之间暧昧感十足 疑似又情感火花 与此同时 有媒体拍到 徐开成经常在夜间拍完戏 回到酒店后又再度出来 打车前往那扎家的小区 直到第二天才返回片场 更让人惊讶的是 在刚过去不久的七夕节 徐开成还带着礼物 再度来到那扎家的小区 更是一丝恋情做实 事已至此 徐开成花式劈腿的事实 已经做实 有意思的是 此前徐开成与那扎的恋情 被扒出时 有人顺便扒到了 一次徐开成的小号 而这个号在6月份之前 一直都是给张天爱点赞 直到8月份 才全部转向给那扎点赞 更有意思的是 有人顺着这个号 找到了一丝徐开成妈妈的账号 而翻看该账号的点赞路径 就能很明显的看到 徐开成情感变化 在8月12号前 该账号都是张天爱的铁粉 几乎关于张天爱的动态 他都有助力点赞 而到了8月20日 该账号就不再粉张天爱了 而是转向了那扎 甚至就连徐开成 多次出入那扎小区的动态 都有点赞 看来徐开成的新恋情 徐家人或许在事件爆出前 就已经知晓 不管怎么说 在这段凌乱的关系中 最倒霉的或许就是那扎了 同时被对方的深情人设所蒙蔽 却又坚信寻到了真命天子 恋情开始没多久 就遭到了这样的打击 甚至被男方牵累 被质疑当了小三 数十有点圆 也怪不得他会气愤的说出 看清了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话了 这里重点来看张天爱放出的长达 7分钟33秒的录音 信息量极大 录音开头 张天爱就因为徐开成的一句 我爱你哭出了声 紧接着 徐开成就开始跟张天爱坦白 自己难过的原因 他表示那天是参加一位男性朋友的聚会 在聚会上 这位男性朋友还喊来了一位女性朋友 而不巧的是当天他一直在喝酒 还酒后乱性 与那位女性朋友发生了关系 在他陈述的过程中 张天爱问的那句 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而徐开成则是已再在录音中 对张天爱说道 我就不再是你心里那个纯粹的我了 还一度卖惨求张天爱原谅 爱宝想回到你身边 当得知到这些时候 录音中张天爱的声音与情绪 明显很崩溃 用哭腔说道 我得冷静一下 因为男人出轨都说是会是惯犯 这段录音公开后 徐开成立马划跪 也向那扎道了歉 表示没有处理好上一段感情 当然这样的道歉 广大网友并不满意 没有意外 在他的道歉公告发布后 评论区就沦陷了 有人直言 你还搁这儿眼穷摇剧呢 出轨还要女孩回到你身边 原本情绪之间的分合本是常态 但若是设计出轨 那就是人品与素质问题了 4.张洛斯刚火出圈就被抵制 相信最近看了星汉灿亮的网友们 不少人都在磕 无路可逃的真人cp 白月24日 宝格丽举行了一场晚宴 作为代言人的无类 张洛斯自然也受邀出席了 局部期间 宝格丽提供双人同台的机会 这波操作属实是圈粉 不仅沿了cp粉的梦 也为品牌宣传了一波 本因为这是一场可以磕糖的甜蜜同台 但令人意外的是 张洛斯却因为服装问题 向网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玩意儿开始前 张洛斯工作室就放出了一波美图 图片中 张洛斯身穿一件白色礼服 超大的裙摆很符合他的气质 整个人看上去清纯脱俗 虽然没有什么艳丽的色彩 但却依旧明媚动人 他有网友拔出 张洛斯所穿的衣服 是辱华品牌西太后的产品 随即引发了网友们激烈的讨论 还有网友开始裸列蛛丝马迹 寻找张洛斯以往翻车的证据 看到张洛斯被网友攻击后 粉丝们也坐不住了 疯狂搜罗其他穿西太后的 其他艺人名单 企图用共产能法 为张洛斯的行为开脱 在网上流传的名单中 仅在2022年 就有龚俊 赵丽颖 刘雨昕 白静廷 王安宇 杨阳等 众多明星穿过西太后的衣服 按照粉丝们的逻辑来说 既然别人都能穿 那为什么赵洛斯不能穿 这部操作直接得罪了别家粉丝 触发了新一轮的粉圈大战 有一说一 当活艺人的行程十分繁忙 装造都会交给工作室来把关 对于赵洛斯的这场服装风波 只能受工作室和造型师太不负责任了 要是因为这件事败坏星汉灿烂积攒的口碑 数是有点得不偿失了 5. 严浩翔联系高强度工作 16小时一丝体力不支 8月25日 严浩翔晕晕倒的话题在粉丝之间流传开来 粉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急于对偶像的关系 纷纷求公司给收访 于是严浩翔后员会联系了工作人员 给出的回应是 有第一时间关注小颜的身体状态 没有问题的 艺人的健康问题都是放在第一位的 公司的回应有些含糊 并没有说严浩翔有没有晕倒 反而让粉丝更加担心了 后员会继续询问后续 工作人员那边则不再回应了 无奈之下 后员会曝光了和公司方面的聊天记录 瞬间在网络炸锅 严浩翔本身就有低血糖 加上最近在录制演唱会 时间非常紧张 据说他七点半才下班 晚上十二点又上班了 中间只休息了几个小时 还有粉丝整理了严浩翔的工作行程 24号连续高强度工作16小时 中间只有6小时的时间休息 严浩翔身体不差 但也抵不住熬夜摧残 目前仍处在粉丝等待公司 真实回复阶段 由于28号演唱会较举办 时间很紧张 严浩翔为了展现厉害的舞台 自己也很拼 公司为了完成业务 对少年们要求也很高 其实不光是严浩翔 其他弟弟们也照样在不间断的拍摄和工作中 有时候凌晨上班 有时候半夜才下班 每个人都在为这场演唱会而拼尽全力 大家都想要呈现完美的舞台 但一切都应该健康安全的前提之下 目前粉丝最担心的就是时代少年团 弟弟们的身体了 希望公司可以合理安排工作 好好保护旗下艺人们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四一泰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四一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